美国财政部长耶伦7月6日起展开四天访罚行程 并在7日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 李强强调加强合作是中美两国的现实需求和正确选择 他敦促双方通过坦诚交流 就双边经济领域的重要问题加强沟通 寻求共识为中美经济关系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耶伦表示美方不寻求脱钩锻炼 无意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 愿同中方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达成的共识 加强沟通避免因分歧导致误解在稳定宏观经济 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加强合作 寻求美中经济互利双赢 美国劳工部7月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6月计条后非农就业人口为增加20.9万人 为2020年12月以来最小增幅预期22.5万人 总的来说这份非农报告对美联储来说不是最好的 招聘人数超过20万人仍然非常强劲 失业率下降劳动参与率保持稳定工资略有上升 这表明需要更多的政策收紧来给经济降温 分析师表示虽然美联储在7月的会议上加息几乎是预料之中的事 但这无疑巩固了加息的理由 并将引发有关下次在9月的会议是否会再次加息的疑问 加拿大跨部门灵火中心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加拿大已发生近3500起森林火灾 截至7月6日过火面积已达9万多平方公里 持续破历史记录 全国仍有670处火场在燃烧 其中半数以上处于失控状态 加拿大自然资源部当天预测由于高温和干旱 森林火情将持续整个夏天 其国内大部分地区的火灾在此后仍有可能高于正常水平 此外 加拿大所有省份目前都有地区遭遇干旱 一些地区的旱情正在加剧 加原住民服务局称 今年森林火灾季比以往都更严重 更具破坏性 全国共有45个原住民社区受到影响 该局将继续支持原住民受灾群体的疏散工作 并帮助他们重建 据当地媒体报道 加拿大今年因森林火灾已疏散超过15.5万人 创历史记录 近期 针对蚂蚁集团及旗下机构 过往年度在公司治理金融消费者保护 参与银行保险机构业务活动 从事支付结算业务 履行反洗钱义务和开展基金销售业务等方面 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 中国的金融管理部门在7月7日 对蚂蚁集团及旗下机构处以罚款71.23亿元 要求蚂蚁集团关停违规开展的相互保业务 并依法补偿消费者利益 此外 针对以往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金融管理部门近期也对有储银行 平安银行 人保财险和财富通公司等实施了行政处罚 对此 蚂蚁集团表示 自2020年以来 蚂蚁集团在金融管理部门指导下积极推进各项整改 目前已完成相关整改事项 对此惩罚诚恳接受 坚决服从 并将进一步夯实合规治理水平 未来将继续增强科技研发能力 努力为实体经济 尤其是小微群体 做好服务并创造更大价值 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6日在上海起目 会场步伐大模型 算力等相关应用展示 显示人工智慧越来越走入日常生活 其中 特斯拉首次应邀参加中国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不仅带来两款明星车型 并且在现场展示了特斯拉人型机器人 吸引许多民众驻足 这款名为Optimus的人型机器人 搭载了与特斯拉汽车同源的最新科技 包括完全自动驾驶能力电脑 以及Tesla Vision视觉神经网络 人型机器人身高172公分 体重56.6公斤 全身拥有28个自由度 就如同人体的关节 手部有11个自由度 可以更加灵活地抓握 且力大无比 可以单手举起一台钢琴 目前 它可以完成行走 上下楼梯 下蹲 拿取物品等动作 也已经具备保护自身和周边人安全的能力 未来 它可以做饭 修剪草坪 帮助看照老人 或是在工厂里替代人类从事枯燥和有危险的工作 除了特斯拉机器人 这次展会上共有20余款机器人参展 并集中展示中国内外30余款 类似ChatGPT能深度学习的通用或行业用大模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